这是两位县委书记之间的语言对决 一位在职一位退休 这是两位老江湖之间的猜谜对话 一个靠经验一个靠修为 对话的背景很简单 前光明县委书记周良顺的小渊 画在了拆线范围内 没人敢要求这位爷配合 无奈之下 现任光明县委书记吕青山只能亲自出马 只是周良顺不仅是光明县的老书记 更是吕青山的老上级 甚至还有着博乐的味道 想当初还曾给予了诸多特殊照顾 那么这场对话就有了感情绑架的意思 难度大大提升 F书记听说我要请您吃饭 把家里的老酒都翻出来了 他就是极限人 我看这是哪年的啊 92年 您尝尝 还是不是当年那个老酒的味儿 请领导吃饭 带凭好酒理所应当 但请注意 吕青山刻意强调的两个关键点 首先 专门提到了县委副书记艾仙芝 再者 刻意强调了这瓶酒是老酒 一个县委书记 一个县委副书记 几乎能够代表整个县委 吕青山此举就是为了告诉周良顺 请你这顿饭并非我个人的意思 而是整个县委的决定 一来给足了周良顺面子 二来给足了周良顺压力 更重要的是 吕青山还巧妙摆脱了感情绑架的存在可能 至于提及老酒 周良顺更是懂得其中含义 苦人和老酒 这是要抑救啊 人一般会在什么时候抑救 要么怀念过去感叹如今 要么回忆曾经 加深感情 吕青山想要抑救 便有着上述两个层面的意思 怀念周良顺当初的一心未明 对照光明线现在的具体情况 逼着周良顺拿出高姿态 主动为光明线的大局牺牲 但是拆了人家的小院 毕竟不是好事 周良顺完全可以认为 吕青山不念旧情 甚至刻意针对 为了打消这个负面影响 吕青山还需要认真回忆一下 两人的过去 刻意强调一下周良顺对自己的特殊照顾 稳固感情 所以 等到周良顺将这场对话固定在意旧上 吕青山给出了认可的态度 说实话 这饭菜好吃 还得是老管子 饭菜好吃 还得是老管子 理解透彻一点就通 还得是老江湖 恭喜你 老书记 你答对了 我今天就是来给你易救的 我当年第一次来光明县出差 是开那个高铁线路的协调会 您呢 在这当书记 带着我们几个来吃本地特色的强锅面 就是这个馆子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属你饭良大 吃了两碗了都吃不饱 不好意思再吃了 您体恤我 又给我盛了一碗 那时候年轻啊 饭良大 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能遇见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但往往我们总是听到 言不由衷的回答 老书记的回答 算是一个标准模板 直接强调某个场景 最能证明自己的记忆犹新 当然 如果你真不记得 最好还是实话实说 一旦被揭穿 将会更加难堪 吕青山提及此事 就是为了回忆过去 稳固两人之间的感情 强调自己绝非忘恩负义之人 老书记给出了正面回应 吕青山自然要顺甘往上爬 再强调一下老领导 对自己的特殊照顾 和特殊关爱 这就是基础 感情基础 对话基础 办成事的基础 有了基础才能转入正题 才能道明自己的目的 求人办事的惯有套路 先抬高对方 先将对方放在一个下不来的高度 争取让自己变成一个弱势行上 然后能够随心所欲地提出要求 亮明目的 但吕青山毕竟是现任县委书记 能有如此姿态 那是人家虚怀弱骨 但周两顺就不能自视年长 再以老卖老了 该有的谦虚谨慎还是要有 行了 吕青山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弱势形象 摆好了求人办事的姿态 开始仰视周两顺 开始以学生的身份求助老师 开始以下属的身份求助老领导 别的先不说 仅就这一整套铺垫下来 周两顺怎么还好意思拒绝吕青山 一切准备就绪 吕青山可以亮明目的了 时间也紧 我呢 也不敢给你兜圈子 水源地保护我 这件事情迫在眉睫 大政策 小县城 经济 环保 发展 就业 都记在一根手上 你那个小院 是唯一的一个线道 请注意吕青山的语言艺术 想要直接了当 还要强调自己不敢兜圈子 谦卑的姿态出来了 态度端正了 给足了周两顺面子 然后就是自己的要求 我先不说让你拆迁 我先强调你这个小院 究竟如何牵扯到了大局 牵扯到了什么大局 关键不关键 你自己考虑 再然后 周青山没给周两顺拒绝的机会 甚至都没让周两顺开口说话 便继续自己的说明 手续齐权案 合情合理 一个住了十年的小院 里边每一棵树 每一只花 每一棵草 都是兴趣 说别人的话 让别人无话可说 我先把你不同意拆迁的理由摆出来 你还怎么拒绝我 但是 按照劝人的基本原则 要想让别人听话 那就要先争取感情共鸣 而争取感情共鸣最好的方式就是设身处地 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吕青山的换位思考 随即就来 有时候我也想啊 假如你是我的父亲 我回家了 该怎么张这个嘴 怎么跟你说 此前想后 还是开门见山 不哭穷 不教苦 不演戏 咱们县里边 这个男 你一定能理解 什么叫设身处地 面对拆迁要求 周两顺完全可以一句话顶回去 如果小院是你爹的 你还让他搬吗 而设身处地就是 我就当你是我爹 我就按照这个关系和角色考虑 我该如何张嘴 没有问题了吧 那好 我再强调一下自己的态度 思前想后 反复纠结 我才做出了开门见山的决定 我需要你怎么做呢 理解县里的难处 你好意思拒绝 别问了 你是前任县委书记 别忘了 我把你所有可能出现的拒绝理由 全都推翻了 刚别忘了 你就算退休了 也要注意维护形象 保证自己的晚节 为了彻底毒死老书记的嘴 逼着老书记 必须体谅县里的难处 旅行商还专门找了一个例子 专门说明了老书记 曾经的异心未明 我记得当年 您在集县当县长的时候 我在下边乡里边工作 水库 每天到了汛期都有隐患 要移民 村里很多人不理解 我记得您说过 公在千秋的事情 能理解最好 不能理解 就先干着 慢慢理解 那一整个夏天 我都住在那个村子里边 现在想起来 就像昨天一样 想当初 你为了百姓可以下令移民 现如今 你就不能为了百姓拆了小院 想当初 你能想到公在千秋 现如今 你就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 周良顺一句话没说 但想说的话 却都让吕青山说完了 接下来 就只剩下吕青山要求 周良顺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不得不答应的必然结果 老书记 有些事情 咱们做得好做得对 别人也不会登门说一声谢谢 如果得罪了人 人家不打不骂 就是好 这个事情 我只能冒犯 只能得罪您 啥意思 从根本上讲 吕青山的角色是什么 公仆 有了这个角色 这个界定 工作干好了 那就是分内之事 可能没人会念你的好 但如果工作没干好 最好的结果 就是没人搭理你 所以 要想干好这个公仆的工作 那就只能委屈 同为公仆的周良顺 共同为群众办点好事 有了前面的铺垫 再有这具身份的绑架 周良顺还能说什么 谁呼一名啊 我前任的几个主官 都想这么做 是 结果无工而返 无一里外 说到底 周良顺当然不想拆迁 但吕青山已经把自己 嫁到了这个位置 再不同意 属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这句话就是想告诉吕青山 我就算牺牲自己的利益 你这件事情 可能照样办不成 但是 既然你这样说了 我可以支持你 但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落实清楚 上门说和现在说有什么区别 上门说那就是求 需要条件交换 现在说那就是商量 和交易没有关系 但是周良顺绝不能白白牺牲 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 逼着吕青山给自己一些交代 但我们来看吕青山的回应 实话实说 我也不知道 没有正面回应 意思就是我需要看看你的价码 然后才能给你答复 好了 能谈就行 有商量就可以 那我就给你表明态度 这我也不是极限的百姓 我也用不着用三年的时间 来体会你的苦衷 既然要拆 就赶紧动手拆吧 这阵仗再搞大一点 到时候把县里的记者都叫上 老书记 感激的话 我就不说了 都放在我心里 同意拆迁 这是老书记的态度 叫上记者 这是给自己一个见证 更是给吕青山造势 进而影响其他钉子户 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完成 只是周梁顺给出态度了 吕青山反倒给了一句 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那这杯酒 老书记肯定不会喝 你不说不行啊 我还等着你的条件呢 你不说 我来听你说 青山 我这血压高 这酒 我就不喝了 等你忙完了 等你忙完了这些事 去我家里 去新州那个家 我们再喝 条件是什么 没说 但等你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需要到新州认真谈一谈 说到底还是一场交易 只不过点到则止了 新州不宣了